下面我们讲音程练习 音程就是两个音之间的距离 这个距离叫度 最近的距离是小二度 一次的顺序是大二度 小三度 大三度 四度 五度 等等 音程练习可以从 三度音开始练习 用吐音 用练音都可以 现在我吹一下三度音程 音程练习 还可以和音间结合在一起 我吃一次 音程练习 同样也可以用吐音 同样也可以用吐音器吹 比方说刚才吹的是 法度 西度 拉度 三度 手度 四度 法度 五度 这个练习 这个练习 连五度 四度 三度 都有 我继续吹下去 按着这个顺序 按着这个顺序 一直吹下去 那么 音程练习 就介绍到这里 下面我们讲 帕音练习 帕音练习 也是小号级别功能 一项重要内容 所谓帕音 就是各调组合弦的 至下而上 或者是至上而下的转位 我们练习可以用小号的七颗泛音 做帕音练习 我吹一下 请不吹 完了 拉 声都密 A大调 降A大调 G大调 最后是 声F大调 这七个泛音 下面 我在用四连音 做帕音练习 刚才演奏的是用三连音吹奏 现在我在用四连音 吹一次帕音 还是按照那七个泛音的指法 七个泛音的顺序 一直吹下去 有关帕音那些 就介绍这么多 我说 对不起 并看到 这是 不哽 对不起 我看了 和你 爹